學啦得被 Coalition visit OK…應該要請吧 atories… how everyone 違う complaint mug 昨天下午時就已經乾淨了 不過因為… 晚上有點濕情 所以就拖了這麼久了 好 那麼 既然憋了這麼久 呃 刻意不去看討論區 那麼 就讓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周第九集會做得怎麼樣 我們鼓鼓露營 到底會不會繼續下去呢 哈哈哈哈 過鏘 不過呢 怎麼講呢 上次的結尾真的有點怕怕的 沒想到我們的薩迪克竟然 竟然在搞事了 把A道斯 Model調一下 OK 那麼就321開始 嗯 鼓鼓 回憶篇嗎 怕輸是不是 所以這個是 以前的事嗎 喔 你不一樣 我們不一樣 我們不一樣 嘿 喔 慘 哈哈哈 直接被間接拒絕了吧 這樣子看起來的話 Shardtick應該是 對MioLinna上應該是 有意思的嘛 並不是單純只是為了 就是要 獲得那個MioLinna的 那個他們 的繼承權 所以才 就是 像 Grel 他們 瘋狂決鬥去搶那個 未婚夫的位置 而且之前不是有提到說 那個 Shardtick跟MioLinna上之前 有 孽緣 曾經有一起去 那個 創業過還成功 募資成功之後被家長擋下來了 啊 所以這麼看起來的話 Shardtick對MioLinna上應該是認真的喔 我們不一樣 我才不會 我才不會 為了要搶繼承權 是搶你的未婚夫的位置 然後瘋狂去決鬥 不過 Grel可能算很厲害 在遇到 那個 Sleta之前 無敗 當然是 前提是 人家沒有開竿蛋出來 欸 你看我們的Alan 只是開竿蛋出來就 欸 Alan 已經 喔開始了開始了 突然間改效規 是 是 太好 因為 是 我私下談過的 嗯 那這樣子不就是想要 50年不變是不是 哇 一開馬上就猜到了嗎 很了他嗎 哇 自己第一刀然後在自己發糖欸 我最討厭這種做法 啊 雪痘 喔 夏 夏迪克 他不是很想要透過決鬥方式來搶那樣 感覺 呃 迷奧力量長還是變了 夏迪克覺得有時候 不想要透過決鬥影響 但是最後還是 蛤 團體戰喔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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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然后打这个 怒 哈哈哈 啊 什么 蛤? 你們有什麼恩怨嗎?蛤? 什麼意思? 你本人都不知道嗎? 團體在沒輸過這麼厲害的嗎? 對啊,就Falacto跟Aria留言 應該還有什麼那個 之前那個課程用的那個教練機嗎? 完全沒有在怕的捏 戰略跟戰術是不一樣的 你咖咧呢? 嗯? 欸? 你咖咧之前是這樣的聲音嗎? 欸?對,我之前不是說聲優好像 不是,聲帶來什麼好像 要休養還是什麼的 是混聲優嗎? 聲音好像很不一樣欸,你看欸 欸?欸?阿阿阿阿咱咱已經 欸?鼓鼓? 乖乖 欸?欸?欸?鼓鼓真的要入隊了嗎? 趁這個時候入隊 乖乖 vezes 顏 喔喔喔喔喔喔e喔喔喔,好機會好機會 加入地球了! 你就不用露營了 對!大好機會!GoGo加油! 你爸都把你趕出來了你還... 喔這個光開得剛剛好耶 Guelucan還是要得到爸爸的贊許 或者是說爸爸的認可吧 爸爸的贊許 Guelucan 嗯?番茄? Guelucan 分開了 就變得跟那些上面的家長們一樣了嗎? 把它變得跟象徵物一樣 啊...Sha-Ti-C 啊...Sha-Ti-C 可憐啊 哎呦...NUL Pozo? 蛤? 蛤? 帥! 這不愧是我們的狸貓 齁...Sha-Ti-C 這麼有把握的嗎? 阿華Lakuto呢? 四台量產機是吧? 喔上面還有A欄賞的資料是不是? 好嗎? 阿華Lakuto呢? 好嗎? 那是 阿華Lakuto呢? 好嗎? 好嗎? 喔~~ 不對 審判者系統不是專門對鋼彈的嗎 也阿利亞魯沒有問題嗎 之前魔靈都被 之前魔靈都還是撐不住那個 審判者系統 居然說也阿利亞魯是魔靈改的話 有辦法撐得住嗎 對 為什麼他們每個人都有粉絲團的感覺阿 三小 哈哈哈哈 アイドルミタイ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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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利亞 阿綺 阿倫 好可憐 阿倫 噢 媽媽還在看直播 老大 你要說地球那邊應該只有 那個Sleta跟ChuChu可以打可以吧 其他都 其他甚至不是駕駛科的 哦 欸他六個中前衛 對面全都是高手 哦 ChuChu當駕 蛤 哼 他怎麼直接衝過來了 你怎麼知道這邊有駕 看 你看內裡是不是洩漏之鋪鎮啊 要不 蛤 把主力牽制住然後先去掃雜魚是吧 啊 完全不行 啊 哇 這根本就秒殺吧 蛤 怎麼 哪裡 蛤 蛤 搶到12號備胎 欸 哇 這麼難搞的嗎 要搶不是不搶也不是 哈哈哈哈 喔呦 喔 體力被啃進了嗎 啊 機械科的 啊 哇 哇 四架全滅 四架都無法戰鬥 也沒有武器了 哇 咕咕 啊 啊 爸爸 嗯 為什麼 不是說讓他 嗯 不是說讓他 副學會讓他到畢業的嗎 啊 可惡 クエル君 這已經不行了啦 不能再聽他 不能再聽你爸的話了啦 きつい唷 哇 車那麼久的嗎 蛤 蛤 蛤 手繞了一圈 伸縮自在的愛 一手卡卡 喔喔喔喔喔喔 直接拿 拿狙擊槍當棒槌是不是 呀 吧 真的應該要給QQ兩牙棒之類的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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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還是不行嗎? 呀伯! 多少? 哇? 欸? 剛剛是不是 剛剛有一個畫面跳出來是 超小 老打 老打 欸? 欸? 怎麼回事? Diru? Diru不是已經被撞牆然後 喔蝦 Shadik跟那個 Sled Sled One by One 是 是什麼?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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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an 哪裡? U...Uni-Kon! 誒? 啥? 蛤? Eriktol 欸?欸? 藍色的不是 那個?欸? 藍色刻痕不是Electo的? 嗯? 這樣還閃得過? 配啦! 哇! 嘎! すごい! 喔! 喔! 這隻呢? 我就是鋼燈! 屁啦!你直接朝隊友被我射 欸欸欸欸! 如果 欸欸欸! 你怎麼會擋下來? 直接往架子上射下去了 阿燦! 哇!你真的是很執著欸! 哪裡? 喔! 幹! 哈哈哈哈 欸欸!怎麼全倒了嗎? 欸! 欸! 阿乾!其他人幫他架起來喔! 哇! 幹! 啊! 超級! 哇! 還有這招! 反敗死於話多! 哪裡? 欸? 哈哈哈哈哈哈 突然間 突然間 開始攻上了 贏的人 可以攻上了 是不是? 啊! 哈哈哈 超級! 好善喔! Bene,我把它搞成這樣 按照示範 啊! 啊 那是 什麼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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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Milina-san其實也有那個意思的嘛 如果以前Shadik早點說出要成為Holder來保護他的話 說不定Milina-san就真的跟他了 這個Shadik也在那邊歸 歸到一個Shadik出來把喜歡的人給搶走了 乾 欸虧你是金毛欸 Shadik 壞 通常不是金毛要去NTR別人嗎 你怎麼反而 啊 古有英哩哩,金有Shadik,金毛之齒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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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欸不過 欸 藍色的 藍色的課痕出現了欸 而且 怎麼講的 Suleta那個時候說一旦打 所以之前其實 Elly的意思是沒有出來的嘛 然後就欸 原來你在 的那種感覺 是說一直沒有回應他 然後突然間 突然間有回應的意思嗎 他平常都是 其他的Gundle仔細在 跟Suleta對話 但是 Elly沒有在跟他對話的感覺 然後突然間現在大家要倒了 然後才發現欸 欸 因為你在的那種感覺嗎 欸 所以這樣真的 有可能就是 Ellygdo的靈魂真的被封在 Ellygdo裡面的感覺 可是這樣子 嗯 21年前的時候 21年前的時候 Ellygdo是 4歲 然後 看起來Suleta是沒有那麼年長 21年前 所以說 這樣子感覺有可能是 在發生那件事之後 然後 媽媽大概又生了Suleta 然後 Elly 被封到 Ellygdo裡面 至於其他的 Gundle仔細 說不定是 以 Ellygdo的 靈魂 複製出來的 AI的感覺嗎 嗯 不如說 意識到底是什麼 意識可以成為AI嗎 或者說 成為AI之後 那些AI 能算是有意識的嗎 嗯 而且Suleta感覺很明顯 對 那個 他還說一彈塔那個時候 感覺 把他視為 跟其他的Gundle仔細 視為是不同的存在 感覺 他不然還是說全部的Gundle仔細 其實都是不同的意思 嗯 不知道捏 感覺很黑捏 你要說 每一個仔細 都是一個靈魂 封進去的話 然後 AI的本身是 把Elly封進去的話 欸 感覺好恐怖喔 哈哈哈 不過這樣子感覺 Suleta跟Elly 應該是 應該就是完全不同的 之前我們不是有猜說 說不定那個 那個 Suleta是 魔靈跟 Elly的那個 意識交換之類的 就是 魔靈用那個 Suleta的 用Elly的身體 就是現在的Suleta 然後 那個Elly的意識 跑到 魔靈裡面去 然後就 改 改成現在的 但是現在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 感覺有可能 Suleta 是後來才生的 因為這樣 等一下 其實也不能保證說 會不會有 那個 偽造 年齡之類的 這個身體看起來 那個時候 4歲過了21歲 所以 Suleta 這個身體 有可能是25歲的身體嗎 感覺不太像是25歲的身體 當然是感覺上 有可能是 身體已經 Elly的身體 壞了 然後把意識轉到 Elly裡面 裡面 就變得跟那個 那個 Narrative 一樣 Narrative 裡面的那個 那個誰 Phoenix裡面的 那個叫什麼 就是三人組的那個 Lita 就跟Lita一樣 被封到那個Phoenix裡面 不過你要說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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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感覺跟 水性的Majjo 這種感覺好像好像 好像 可以通嗎 嗯 你要說 水性的Majjo 這種感覺 你要說把意識封到GT裡面去 還比較像是Biosensor的感覺 就像那個 嗯 Biosensor 你要說如果是用Biosensor的感覺 你要說像Zeta Double Zeta 後面的FQ G 都是這樣的System 嗯 好 嗯 不知道後面會怎麼做呢 哈哈 只是說 你要說 有時候會在 水性的Majjo裡面 看到很多其他的 其他作品的一些影子 是不是 哈哈 啊 這禮拜真的是精彩 沒想到藍色的刻痕 終於出現 而且在那個刻痕出來 然後開那個 開那個反 把反制播給壓出去 就像當初 在Unicorn的時候 Angelo不是 開那個反制播 把那個 Unicorn的NTD給蓋掉嗎 就說是那個 反制播嗎 然後最後Unicorn 用更強的 更強的感應波 就把他 把反制播給 那個抵消掉 然後用那個 那個浮幽盾 把那個 開那個反制播的 全部打掉 就 啊 怎麼講 真的 欸 Unicorn 這感覺 雖然說 以前就已經蠻Unicorn的感覺 沒想到這樣就更Unicorn了 哈哈 沒想到真的有幫他把反制播給抵消掉 啊 刺激 好期待下一集 哈哈 好啦 那麼又要再等一個禮拜了 又要再等七年了 啊 今週の スイスの魔女同日紹介をお困り 視聴下方は チャンネル登録とか Twitterも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じゃあみなさんおはよ ございました